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天橋上的魔術師》 從開播至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甚至也有一些聲音認為 我們所說的《十年一遇神劇》有點太過誇大其實 也因此我們在過去的幾週製作了許多的影片和Podcast 想要分享我們喜愛這齣影集的原因 包含了在前導解析中介紹時空背景和人物關係 在多版本入門手冊中整理了小說、漫畫與影集的差異 以及故事的三大主軸 還有搜集了最多觀眾詢問的四大Q&A 來解析影集的象徵和影域等等問題 平心而論,我們覺得《天橋上的魔術師》 的確比較適合一口氣把《十集》追完 也非常有信心,在看完之後 原先覺得比較難抓到主軸的觀眾 會對影集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而全數的影集現在也在MyVideo影音平台上可以看到了 我們自己因為很喜歡這個作品 不僅把原著和影集看了兩遍 也把公式跟製作方、原子印象合著的影集創作全紀錄閱讀完了 才發現影集的核心除了保留了原著消失的核心母題 延伸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之外 事實上更是圍繞在《99樓》這個元素上去做了更多的發揮 也因此即使每集的故事都聚焦在不同的角色身上 最後一集卻僅僅回扣到第一集的《99樓》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們將會援引原作 楊雅哲導演的訪談,以及影集創作全紀錄的部分內容 來解析到底什麼是《99樓》 從他表層的意義,像是夢想、天堂和地獄 到更深一層的魔幻回憶 以及從最後一集正看結局中所體悟到的具有共鳴的故事 從這四層深淺不同的面向來破解《99樓》的巧思和精髓 感謝木馬文化的贊助 我們準備了五本《天橋上的魔術師》影集創作全紀錄要送給大家 參加辦法在影片的最後!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 並且開啟中文字幕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跟編導楊雅哲的完結篇對談喔! 《天橋上的小鈴鐺》 魔術師曾經說過,《99樓》是每個小孩的願望 就連小不點的媽媽小時候都一定去過,只是忘記了而已 也因此我們在影集中可以看到 三小男孩對《99樓》有了許多的幻想 一下說裡面有打不完的電動 一下又相信失蹤的人都去到了那裡冒險 讓《99樓》這個遊戲變成了孩子們的夢想之地 卻又成為了大人口中的都市傳說 就像是《小不點》在最後一集的劇情線 就是《舉才子》小說中馬克的故事 《99樓》在原著裡,同樣是孩子們鬧著玩的遊戲 他們將畫在公廁牆上的電梯按鈕 想像成對面的第一百貨 一樓賣化妝品,二樓賣男裝 70樓全部賣鹹蛋超人 71樓全部賣恐龍救生隊 馬克因為遭到父親家暴,躲到女廁的最後一間 按下了99樓的按鈕,從此變成了隱形人 在消失的三個月裡,卻一直流連在商場 跟著媽媽的腳步,很像看到了自己在電影裡的感覺 我們在第一次看完影集時 覺得《99樓》是一種理想的原型 也問了雅雅哲導演的設定 他說小朋友在被世界忽視的時候,都會想要消失 那《99樓》就是一個他們想要去到的,讓他們安心的地方 而對於大人來說,也一定會有幻想人生重新來過 甚至是夢想,人生根本的另外一個反轉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要簡單地去定義《99樓》是夢想或是理想 嚮往等等,都說得通 然而從許多觀眾的解讀來看 編導對於《99樓》的描繪,實際上又複雜得多了 甚至還牽扯到死亡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天堂和地獄的論點吧! 《99樓》 《99樓》 失蹤許久的諾莉 在點媽為被霸凌者出生之後,終於出現在點媽的夢裡 她身穿形似半觀音的Cosplay服裝 在電子花車上跳著鋼管舞,對母親露出微笑 似乎終於找到了真實的自我 而點媽在廟前看到的十二婆祖、地獄獸難圖 以及銀神隊伍 再再都影射了諾莉跨性別的重生、受苦和昇華了 也意味著自責煎熬的點媽終於能放開諾莉 讓她去到《99樓》了 而被包覆在均勻泡泡裡的特莉莎 即使失去了小不點的陪伴 還是勇敢地獨自走向未知的將來 我們想像,消失的特莉莎和諾莉 都應該去到了更美好的地方,重新展開了新的人生 於是《99樓》對她們而言,像是天堂一樣的存在著 然而,不知道死去的小佩、小巴 還有死於鐵道旁的孩子們,是不是都去到了《99樓》呢? 事實上,在原著中的馬克,長大之後婚姻失敗 妻子帶著孩子消失在她的生命中 或許再加上痛苦的童年回憶 讓馬克選擇在電梯的機房裡上吊新生 並且留下了一張紙條給她的童年好友湯姆 告訴她自己已經去到了《99樓》 還說那裡跟《1樓》沒有什麼不一樣 選擇死亡的她,相信死去 就跟童年時候去到《99樓》一樣 只是到了一個所有人都認識你 卻沒有人看得到自己的地方 而這些跟魔術師互動過的人們 不論生死都一一消失在生命中 可能去到了天堂,也可能在地獄中受苦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 《99樓》更深一層的意義吧! 我離開一遍 你知道這支酒樓是什麼地方嗎 那就是魔術師把東西藏起來 然後又變回來的地方 你可以接我嗎 這支酒樓的秘密是不能教的 也許等到一天 我們曾經為這部影集做過一支多版本入門手冊的YouTube解析 提到《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小說故事 不管是被改編為漫畫或是影集形式 都緊扣著《消失》、《回憶》以及《奇幻》這三大主軸 尤其是《消失與回憶》更是一體兩面 因為重要的人事物消失了,才會進入到人們的回憶中 根據原作者吳明毅老師所說的 隨著歲月增長,能夠提醒我們童年真相的大人們離開之後 唯一能夠帶我們回顧童年的,就只剩下自己破碎又跳躍的記憶了 還記得在第一集裡小不點說 戴上哥哥送他的超時空手錶,他要去99樓了嗎? 而且他在商場叫賣時,是從閉眼再睜開眼睛的奇怪畫面嗎? 到了最後一集小不點又說 戴上超時空手錶,他要離開99樓了 而另外你是否也有注意到,手錶的指針走向呢? 在我們跟編導楊雅哲的專訪中確認了我們的假設 原來整齣影集就是小不點的回憶 他思念家鄉想念童年,以及那些在他生命中消失的人事物 所以在他的想像中,戴上了小時候哥哥為他畫的虛擬手錶 憑著自己的記憶回到了童年時光裡,成為那些可能發生過的回憶 楊雅哲在影集創作《全紀錄》中也提到 99樓是你想逃去的地方,你想要奔去的 你想要把悲傷變不見,把快樂留在那裡的 而且在存取記憶的時候,可以是美好的 藉由回憶來穿越時空,就像是魔術師跟小不點說的 是個不能傳人的秘密 因為回憶是私密的,是自己獨有的 每當時間往前推進,我們回頭擷取回憶時 都慢慢地形塑了一個新的自我 就像是在變魔術一樣,把過往的遺憾變成了某種養分與動力 守護著自己再去創造更多的美好經歷 回憶之所以珍貴,在於它能夠握住你曾經擁有的 你曾經愛過的,以及你不想失去的 Memories are precious, for they help you hold on to those you once owned those you once loved, and those you never want to lose 不管是編導的楊雅哲,或是原作者吳明毅老師,都曾經提到 人們會在記憶的裂縫中自行腦補了失憶的部分 無意中增添不合常理,魔幻又主觀的感受 把回憶變成了一個值得一說的故事 而在原作和影集裡,呈現故事魔法虛實交錯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電影《戀戀風塵》、《故車牢裡》以及《小不點》的道別戲碼了 《小不點》被困在電影裡的這個段落 除了是在像1986年的電影《戀戀風塵》致敬之外 也巧妙地重現了小說中的最後一個篇章《雨鬥樹下的魔術師》 這個篇章是小說的後繼 作者描述小說的靈感來源,以及在中華商場的童年回憶 跟其他篇章一樣帶有部分的寫實,部分魔幻的氛圍 而其中一個明明超級真實,卻又無比魔幻的片段 就是在影集中,致敬過三次的《故車牢裡》 這個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 《故車牢裡》當年無意間被侯孝賢導演在《戀戀風塵》中留下了身影 另一段戲的背景是男女主角阿遠和阿芸到中華商場買鞋子的經過 而且根據吳明義老師透露 電影中拍到的鞋墊應該就是當年她愛一開的真實鞋墊 也因此被楊亞哲導演設定為小不點的家 同時也復刻了當年的陳舍模樣 在電影中,當兩人買好鞋子回到停車棚找機車 有一個側身站在機車中,正在抽菸的老先生就是勞力本人 勞力是一個退伍軍人,平常就待在第四洞的機車棚 私下跟車主收五塊錢的雇車費 是吳明義老師深刻的童年回憶人物 不管是勞力還是商場的這個角落 都因為電影《戀戀風塵》而被留在世人眼中 這些畫面就像是原著小說,也像是中華商場 還有天橋上的無名魔術師一樣,永存在人們的回憶裡 他們都是當年曾經的真實,被創作者放在虛構的故事裡 用自己的觀點保存了下來 當小不點和1986年《戀戀風塵》的電影畫面 以及身在其中的牢裡,在影集裡被交疊呈現 一起封存在膠卷中的時候 相信得知了這段歷史背景的觀眾們 都更加能夠體會到真實交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魔幻寫實感了 而這也呼應了雅雅哲導演,在影集創作全紀錄中提到的 我們終於將整部作品的核心找到了一個安放的地方 消失的、想要的、欲望的東西都在那裡 而那個無法定義的99樓 消失的人和事都隨時可以存取 即便來自不同時空的人們也可以因此交換了生命經驗而發生共感 這些真實存在過的人事物 在不同創作者的回憶和生命體驗中,變成了不同的故事 以不同的創作形式被演繹了出來 不管是小說、漫畫、歌曲還是戲劇 只要某個片段讓你回想起過去,產生共鳴於體悟 就能夠跨越時空、族群、信仰和地獄 讓擁有過類似感受的人們,再度分享自己的故事 這就是99樓的魔力了 而這也是導演一直在說的 原著就是一個假故事接龍大賽 是作者在下筆時所設下的圈套 讓角色、讀者、甚至是後來的改編 都在這個遊戲規則中去貢獻自己消失已久 卻難以忘懷的回憶 另外你有注意到小不點在電影下檔之前 跟爸媽說的話 和影集一開始睜開眼睛叫賣博來品的台詞是一樣的嗎? 我們猜測這段安排背後有兩種用意 一個是80年代經濟起飛的時期 賺錢這件事是庶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即便小不點家裡狀況應該還過得去 但全家卻從來沒有一起出遊合照過 以至於爸媽還需要拿照片去給畫室來畫全家服 另外我們也認為 小不點是為了要取悅爸媽 才選擇在他們面前 繼續扮演一個他們所期待的新衣狗 所以他才會在最後的時刻選擇叫賣 讓爸媽心疼不已 有很多內設定並不給觀眾看 小不點被困在電影世界永遠下檔 再看不到他爸爸媽媽了 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內設定裡面寫 就要寫到一個極致就是 你把它當成你的告別式 對吧?最後一次放 好,那如果你是那個要告別的人 你要跟生者能講的最後一句話會是什麼? 這個問題丟給所有人的時候 所有人都該講的話永遠講不完 哇,真的 對吧?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很感謝你,我很愛你們 對 那其實小不點他到最後能夠 一個年紀那麼小的小孩 他能夠表達的 其實就是爸爸媽媽我記得你們 我愛你們 對不對? 但是這句話如果用 爸爸媽媽再見了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我們只能用一個最日常的狀態 跟他們講 我會很好 我別擔心 所以他最後又回到他 等於他跟觀眾見面的 第一顆鏡頭的那個狀態 告訴他 我會一直在這裡 我會永遠是這個樣子 再見 道別時選擇微笑 是希望在你們的回憶裡 我們一直都很快樂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迫不及待想要重溫天橋上的魔術師了呢? 目前全數的劇集已經在MyVideo影音平台上可以看到了 也歡迎你在YouTube影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心得 請有機會抽中一本《影集創作全紀錄》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唯一